文王有明德,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文武智德在下,遭云于人间。赫赫在上,赫显威夷在上。 文武智德在下,赫赫在上。 天难成思,不亦为王。天一莫测,难以相信,不亦作的是君王。 天为因敌,使不邪四方。 天命本来是在于敌子,因。 因是一个敌子。 历代的王都是天之子、敌子,使不邪四方。 可是,不达于四方,教令不能达于四方,使他无法继承王位。 所以,他是天人合一的,甚至于还是神人合一的。 西方人有这种思维。 西方人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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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人之间根,雷。 西方人的思维。 在天地人人合一的系統裡頭,天然沉思,不亦為亡,天然沉思,不亦為亡。 作王是非常不容易的,要教令到達四方才行。 自重事任,自彼殷商,來駕於舟,曰平於今,乃及王際,為德之行。 太任有生,生死文王。 自國的次女,姓任,從殷商的城來嫁到周家來,做了新婦在周經。 而是,王際,跟王際,她的丈夫,生下了文王。 所以很有趣啊,文王的媽媽是生長的。 而是,文武之德。 除了第一篇講文王之後,第二篇呢? 文武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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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朝的詩了他的政。 詩了他的天命。 文武之德。 《五代經典中的女性角色》比後代多許多,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此,取妻,妻者其也,他必須地位相當。 他要為德之好,他要做整個家族中所有的女性跟子女的榜樣。 因此,以前的女生的重點根本,偶往不是丈夫,是他上面這些老人家,第二是子女,然後才是他丈夫。 大家畫錯重點。 所以他是面對整個家族,大的家裡常常幾百口人,像那個張家,家裡幾百口人,附近的數千口人都依賴張家。 他們,事實上,一有難,就變成一個小型的一戰。 一直到清朝,都有點這樣。 所以烏寶正的問題,烏安威濟南北朝,到了清過民國的時候,這些大家就像地方之主。 所以中國的封建格局,是一直到民國時期。 他來跟周爺講,地方上,都還一直有之。 那從這裡就知道,以前的妻者其也, 所以他取來的是和兩性之好,當然不是自由利用漢。 沒有這個道理,他是兩家。 而且同時還有政治結盟的意思。 因此,所以要大書特書。 就是我們跟這個自重世任,這個人很重要的。 這對於有文王,沒有他沒有文王。 所以文王之母是歷代,看重的。 叫做太任。 太任是非常有名的。 其實傳統上認為最偉大的一個女性就是這個太任。 為什麼偉大的? 她身上文王。 不僅如此,她把這個家照顧得很好。 所以文王才能夠完成她的偉大。 在傳統上來講,這是兩個家族的聯姻。 那太任有生,生死文王。 為此文王小心,已昭示上帝,欲懷多福。 覺得不為以受方國。 為此文王小心,已昭示上帝, 遇懷多福。 欲懷多福。 若見,已昭示上帝,欲懷多福。 獲得福多法多性。 這句欲懷多福是個字很重要。 基督教的旧約,或在新教的克爾文教義,或在偉國的新教倫理 人們會受得非常嚴厲、懲罰的,這樣一個上帝 克爾文的玉璇說,基本上是讓人很恐懼的 所以他是戰戰兢兢的,一直帶著恐懼的 因為董基督教的人都知道,他們常說去教堂的人恐怕主要的還不光是為了信仰,是為了恐懼 帶著恐懼去 你們去圖舊約,對他們就懂那個恐懼 還有最後的審判,就生怕自己下地獄 中國人都沒有地獄 他是什麼?欲懷多福 他祈求的是一個福德 招勢上帝欲懷多福 然後呢 決得不違 不違背得行 以受放國 受到各國的信任 然後天間在下有命記及 文王出在天作之和 所以西方的漢學家常說 西方人對於世界是悲觀的 而中國人對於世界是樂觀的 而中國人對於世界是樂觀的 包括最典型的婚姻的時候 都是那種語言 多子多孫、福壽、種種 喜氣洋洋的 詩經大明顯現出來的思維裡頭 另外一個是對於女性跟婚姻的重視 天間在下有命遞及,文王初在天若之河,在轄之陽,在位之事,文王家子大方有此欠天之魅,文定家祥,聽一位,照周為娘,披遣其光 所以大雅的第一首詩是《開邦定國之詩》,第二首詩其實編成的主體是在講婚姻之詩。 一開始是在講婚姻之詩 婚姻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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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大,偉大 愛情的階段 因為婚姻是不一樣的 婚姻要本而是已經太多了 一大家子 光你們兩個人生個寶寶 就把你們搞得天翻地覆 婚姻知識 極重婚姻 鄭重於事放在內 而且不但很有趣 他把這種 怎麼樣穩定 怎麼迎娶 長子 為行 主僧武王 保祐 謝發 都把他變成歌 都變成詩歌 一代一代的吟頌下去 這個厲害 因此 這些事情 都記載在他們 最重要的文獻裡頭 一代又一代的 每逢重要場合 都要迎送 作為他 這叫做禮樂 禮樂是這麼的事 於是 所以古人是很嘆口 所以古人是很嘆口 保佑命兒 謝發大傷 因商之旅 即會如靈 始於牧野 唯於侯心 上帝寧辱無耳心 因商之旅 因商之旅 很強盛 像樹林一樣 他還聚在牧野這個地方 該當文 周君當要 興盛武時候 所以 注意 上帝監護著你們 看著你們 你們不要二心 大家上帝們一起發誓 跟牧師一樣 無二心 我們大家要同心 木葉洋洋 彈車黃黃 鯨胃熊子 苹鯉並奄 彈車 kal黃 桑沃 先鳴堂皇 於是 鎨馬ร竟 為師仙順 青眼 羊 intended 因商之まあ 這是 試圖 敬 昏 各 14 東 与 多 含 報 歸 一朝卉士,一朝卉士,卉在清明天下,於是得到郎去。 一朝卉士,然後一朝卉士,一朝卉士,一朝卉士、夥伴, 周常人的名字出身,好比周常人出身。 自渡,居漆,居到漆水旁邊,骨功丹甫,停留在漆水旁邊。 逃富逃穴未有家事,是雷土挖穴建築宅,鋼紙盆,房子不好,未有家事,難免有世家。 於是,苦功丹,丹甫要立家,到了旗下,合著江姓的女子園局江里,欲來虛,為我來觀察。 周園五,景圖如宜,居漆之間,這個平原,叫周園。 景圖如宜宜,景圖都有田味。 如宜宜,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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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宜宜,宜宜宜。 於是,不惭,曰子曰十,主宜宜,宜宜宜。 他們如果定居,如果在這邊跟當地的氏族結親的一個故事 這些都非常地寫實,而且是周代歷史的開始 自西逐東,周遠直逝 乃昭司空,乃昭司徒 律立世家,其神則之 縮板已在座廟一役,建立大廟 建立大廟是很重要的 公留的時候已經講到這個事情 我是把這個東西在前面講 建立中廟 因為基本上是家族主義、中文主義 這是他們信仰、濟世、政治的一切的核心 社會的核心都在這裡 建外門、正門、建大廟 城市全建 Liu 基石土地公 很有趣 大廟 故事 愚睿之厥臣,文王决生,愚睿之厥臣。 文王决生,愚睿之厥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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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愚睿之厥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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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 文王之覺真,文王貴覺真。 文王用行動,感動了他們的感動其性。 他們就不再爭了。 有負重的閒誠,向導的閒誠,奔走的閒誠,御敵的閒誠。 余曰有書復,余曰有先後余曰有奔奏,余曰有慾無。 連人家有爭執到這裡來,就覺得沒什麼好爭執。 余曰是如此之禮義、禮樂之邦,文化深教盛美。 這個講的是蝶,講周禪當初的律師。 是不是真的呢? 我想有相當的真實性。 一路看來,他們寫的東西都蠻實在的。 他們也要用真實的東西才能感動人。 不過坦白說,最近看《覺醒時代》,為什麼比較動人? 它比較真實。 我是研究這段歷史的。 它是目前我所看過最接近真實的。 以前國民黨講的不能看, 國民黨講的已經不能看。 為什麼呢? 他都拿自己的意識形態,把不要人都幹掉。 然後把他要的人扭曲、放大,講得超級不真實。 這次這個拍照,我絕對不太真實。 目前為止,我看到這些進行真實的。 其實我發現什麼都不一樣? 你有沒有建議你們? 出《律師系統》,我很建議你們去看。 它有豐富的知識,大量的知識。 所以要真實才能動人。 簡單說,不真實的東西騙不了多久了。 大家人命不笨。 大家人命不笨。 好,底下我們看一下。 御僕。 這是講周文王很能夠用人。 蓬蓬御僕,心知有知。 這是說,這一個御僕是很茂盛、重生的。 砍他作財堆,心知有知。 是可以把它做財心,把它堆起來的。 這個是表作,很能夠用人,幫助自己。 記記必亡,左右驅之。 是,遺容豎盡的文王,左右善於驅服他。 然後另外講,記記必亡,左右奉章。 遺容豎盡的文王,最許人品的規章。 奉章,如如如如如如。 以冪詞,如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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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御僕,可充其是 honesty。 這個御僕還是王,不然你錄得。 貌視優宜。 應該是貌視優宜,對。 奉章而而,貌視優宜。 前面講的是他的婚姻,他們怎麼樣建設,他們歷代怎麼傳下來 這邊就講到說,文王眾賢財 諸位如果想要做事業的話,第一件事情要懂得人才 人才是一切的根本 坦白說,人最重要的 如果你想要做事業,沒有人才,什麼事情都做不起來 文王旁邊有很多賢財 所以這邊就歌頌他的這個賢財 而且是左右奉章之貌事 所以後代人讀到這個東西,就是很感慨 就覺得當時的君臣夫婦之於父子的關係好 彼此互相的尊重 彼此互相的尊重 對婦女也比較尊重 對於臣子,對於賢貞也比較尊重 一再地出現 不像帝制之後,地位環女一直下降 帝制之後的中國,婦女地位下降 臣子的地位下降 儒家也整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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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剛開始的 開國立國的規模 創業的規模 整個改變 周王愚脈六師幾之 周王出師去征伐六軍 廖屬諭的追隨祂 左鼻雲漢,圍章於天 周王受考,瑕不作人 趙人浩瀚雲和萬里,明亮燦爛不於天 周王受考,俠不作人。 培育人才,激於四方,著筆盈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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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虛無不盡彩,但有一些虛是講得好。 漢陸 文王能夠修後繼、公留、太王、王女子得以受福。其中重點是楷替君子。 甘露楷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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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意、快樂和合力 甘露楷替 斯壯替 所以,蟻納爾,所提到的盟量盟量,就是蟻倫盟量,或者是良心的。 西方人得的核心,是甚麼? 英勇 勇氣 英勇 不為任何困難、艱難 中國人是和意、和樂的 是能夠跟人家相處的 是能夠照顧大家的 孔子的溫良、風景的德行 也從這裡來 中國人不上那一種 以勇氣為中心的德 不一樣的 請注意 如果要走個人主義的話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勇氣、要獨立 諸偉坦 以西方人的風景來講 都不夠獨立、也不夠勇敢 也不敢一個人去面對整個宇宙 面對整個世界 華人有這個能力的不多 跟諸偉講 這也不會怪諸偉 因為從小不是這麼癢的 從小很多人來跟爸爸媽媽睡 睡得很大年紀 從小就沒這麼去癢 幼子也不這麼鍛煉 他跟西方人不一樣 從小就沒有 就是準備你家家獨立 然後應勇地面對生命的一切 然後應勇地面對生命的一切 這個是不同的文化 各有各的師 大家了解自己的文化 怎麼一回事兒 楷替君子福祿幽降 所以福祿受的這些講法起源很早 他本 disastrous 如今和黃蔡條 起來專 synagogue的工資 很知識 一行好 通常都要不然 企業的 不會 買十二行 百七百十 XD 凱替君子,福禄幽假,家人和樂,代代相傳,不一樣的東西。 西方的美感是比較宗教性的。 冤非利天,愉悅於冤,凱替君子,俠不作人。 針比漢禄,真戶幾幾,遠望那一個山戶。 針比漢禄,凱替君子,甘露凱替。 針比漢禄,好多可愛的人,可愛的君子。 色品欲戰,亡流在中。凱替君子,俠不幽將。 另一個,心靈靜替人必在中間裝的美酒。 他的德性就像中間的美酒,浮入下載他。 冤非利天,愉悅於冤,凱替君子,俠不作人。 老鷹飛翔上青天,游雨跳躍在深淵。 快樂的君子,平易的君子,培育人才到很遠的地方。 這是很美的。 以前的這些藝術品,中間都有它的象徵意義。 因為初衛現在都基本上完全不代表它的象徵意義, 看起來也不覺得它美。 反而對西方的一些東西,比較會有感。 這也是我們民族的一個悲哀。 所以你現在看民進的建築,真正懂的人很少。 因為都不讀,這些書都不讀了。 所以你不懂它這些所有的象徵的意義是甚麼。 那,這一點都還真是要拜信文王一諾之次。 雖然我很欣賞這個片子,也很欣賞你頭的精神。 這兩個這些面目衝突,但是得失要搞清楚。 這不是一個最理想的方式,當時是逼出來的,沒辦法當中的辦法。 一十ять天的華禮詩。 他的圖案是新童恩倫 research 。 清久記載,心無既備,幾祥以hope ,一懶已飾,一懶已絕一介淨福, 有翼如蜜芬的 famoso理ches 。 尺字童男爽 plays,其謹之九地點每一次都扔了聖晚增平和 professors。 《清酒既在,既滿尊,心母既被,黃流作犧牲》 這是傳統的一種象徵性 楷蒂君子,如何繼承祭祀,所呈現的是天然的美感。 天然合一式的,自己的生命,跟祖宗的聯合,也跟天地萬物,冤飛逾月,雲漢,山林上樹木,都有一種相改。 所以,副比心之起,就影響到整個中國後來的詩。 所以,詩裡頭都有大量的譬喻。 西方人把這個叫做Allegory 簡單說,Allegory又分成好幾種,我就不一一說了。 這是西方人的Allegory,一種譬喻。 中國詩裡頭有大量的運用。 詩齋,文王有盛無賢期,文王有盛曉。 詩齋,文王所以順以,有盛無賢。 師在大任,文王之武,師媚周江,今世之父,太世世婚姻,則擺思難。 太世世婚姻,是古代女子最高的典範。 師妹周江,他會照顧他的伯伯 於是,今世之父,他在今世座的主婦 他其實是商人,他取來卻對於他的婆婆這個江 太王之妃,是非常敬重 他是文王母親,王季的妻子 所以師妹周江 他師母,他愛戴他的婆婆 今世之父,做了主婦在周經,太世世歸因 繼承了太任的德性 林歸因的典故 太任世歸因 他父親,是蠻有趣的 既讓他做新式的女性,又想讓他繼承古代的德性 林歸因是當代最有名的一個新女性 《中公的國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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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神明都無所怨恨,從不降羞訓、不降難過的信徐,使得兄弟也執行到天下人,照顧到先公、神明都無所怨恨,嫁人妻子。 然後讓寡、妻、兄弟、家邦一直走上正道,這古人的違政秩序,所以確實還真的是修其自貧。 宋朝人講修行自貧的說法,雖然有點誇大,因為說實在的,宋朝人講修行自貧,隔自成修法自貧,比較從個人德性出發,到了平治天下,在歷史上來講,其實恐怕是治國平天下再強, 而背後他是修身其家。 聽懂意思嗎? 意思就是說,中國在唐以前的首先看中的政治,修其力位沒有那麼高,所以唐以前大學這件作品並沒有那麼受看重。 是宋朝人特別提出來的,他比較平民社會。 在一個貴族社會跟在一個氏族社會裡來講的時候,他這群體政治是優先的。 但是與此同時很奇妙的,因為對於這種宗族家族主義的社會來講,要能夠行於寡虛,至於兄弟欲於家邦。 這是核心,他的次序是家人妻子,要先讓他們作為謀犯,至於修鐵執行最後到家庭,他確實是修起職,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在規模上來講,古代是治國比面下是要優先的, 可是在說句上來講,詩齊這一篇來講,他確實是要從家裡頭的修身起家來開始 那麼這一篇也就是為後來的整個儒學大家記屬 另外一方面,我們剛講女性 所以以前的女生在家庭的地位還蠻高的,蠻受尊重的 而且以前的女生如果能夠做一個好的主婦,尤其是做一個好的母親,她就覺得她的生命完足了 現代的女生如果說她只是做一個好的主婦,好的母親,她覺得她的生命好像是被貶抑 她覺得要出去做事才能完成自己,在家裡好像是沒地位 這當然女生也不願意結婚,或者不想結婚也不想生孩子 因為價值完全改變了,能夠在外面有工作的、自立的才是有價值的 在家裡頭這種什麼太韌啊,這個時候是沒有地位的 這也是母親之大變,這就使得整個家庭會有徹底的變化 ec ノ 太 剛好,看 bonn 看透過こちら的內容的是一個說明,有錢 文王母親 雍庸在公,素素在廟,在公很和順,在廟也很和順,祭祀時也很和順 無益無保 孫庸是主義的 Captain 古代的聖人慧人不厭倦,慾貌失事,這些郡師慾滿國 聖母賢欺之德 也能供行於兄弟 這是一種休息自平之道在其中,而且突出女性的地位 那我先開個端,大家最好能夠持續看一下大雅小雅,至少前面今天 有沒有問題今天? 好,你看看